笑着吗 爸爸,你帮我袋洗发水了 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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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呛 这军队面的洗发水没有用完了 对的 这些小关家戳的森皮 这是木浴露 这是雾发树 这是洗发水 这个套装的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 原来去超市买了一些 你问他还有面包吃的 现在准备去接我女儿 这个武艺的假期就这样过完了 先出发吧 你笑什么笑什么 他爸你帮我带洗泡水没有 带来的 这军队面的洗泡水没有用完了 对的 武艺这几天没有出去玩 就整里面 是吧 是的 不过听她们说的话 武艺外面很堵 人也很多 出去玩的话不去 人生人海的 那你这几天在这里面无聊没有 不无聊 不无聊 你说你不去玩的话 我就没陪你了 我就在店里面看店 这几天你们走同学玩 走了 走了 里面在修路要稍微等一会 没那么快哦 记得太阳好大 回学校吧 现在刚刚送完女儿到学校 每个礼拜的话基本上都要 关注下这个女儿以后 在学校里面缺什么是吧 然后哪方面就吃不习惯呢 或者有什么需要 就每个礼拜都会管理那些问题吧 现在把生活上的工作已经麻烦了啊 对我女儿的话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的话 是不是就很多细节方面可能我也没有做的那么好 就是以前只是工作嘛 工作是不工作 女儿生活上的事情基本上顾得比较少点 现在因为自己慢慢开店的就有点小能力啊 就是对孩子也是比较上心一点 是吧 学习方面也好啊 以后他生活上面懂心啊 也好 虽然我也知道我一个男呢 有时候没那么细心是吧 也会有出现大意的时候 但是也是慢慢在害自我 啊更新当中啊 现在 所有事情呢 慢慢的往好的方面去发展啊 因为现在女儿是 读初中的阶段 初中的阶段是 是陪伴越多是越好的 如果是陪伴的越少的话 他叛逆起你可能会更重一点 是吧 小峰自从当了父亲以后呢 感觉身上的责任就会越大 但是你会重 不管是因为女儿身上 是吧 自己父母的话也是一个担子吧 就是 自己当了父母以后呢 啊 你能体会到自己父母的不容易和辛苦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年比一年好 同时呢 我也希望 通过自己的 啊 创业的那种精神的话 能够让父母 让自己家人也是过上好的日子吧